Hello 大家好 育童時間 今晚跟大家分享的是臉霜 我先剝掉臉膜 對呀 今天不打燈了 因為打完燈更忙 我今天敷那麼薄 你們忘記了嗎? 雪花瘦 其實很久我已經介紹過這個臉膜 很久沒有敷它 所以要敷一下 很棒 我本身對雪花瘦的東西很一般 但最近用了它的潤醋精華 我這支是特別版的 120ml 很大 很棒 即是它的基底液 不說它 今晚主角不是它 讓我丟掉垃圾 那我敷完燕瓦 正常在敷燕瓦之前 我已經打了基底液和精華做底 看到嗎? 我看到現在我的皮膚狀態 我前期是超敏感的皮膚 發生了一件事就是皮膚敏感 我現在想到沿途是甚麼事出了這樣的問題 所以今晚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好像接下來這些轉天氣 如何去選擇你的臉箱 我現在首先塗上我的精華 其實在現在的天氣 開冷氣睡覺 又是踏入初秋 即是向著秋櫃的賣布 秋櫃的天氣 現在又是開冷氣睡覺 其實我自己晚上已經開始用一些更漂亮的精華 即是已經不是清爽類型 如何為之更漂亮呢? 除了HC的膠原 我會加 例如剛才打底 我會用它 又拿錯了這些水 像這些 如果你20歲至30歲 其實你用HC是不錯的 但如果像我40歲 我用這一組 是我夏天用的 好像現在冬天 可能對我來說 不是太夠力 但這個精華 膠原 我都會繼續用 剛才這樣 我就用它做打底 即是打底 然後先敷面膜 都是非常快吸收的 因為膠原 其實你不怕塗多幾隻 好 我現在敷完面膜 我會塗些甚麼精華 如何為之更漂亮 我會用 好像 我會看自己皮膚 我真的用很多東西 要不然我都試過那麼多 分享給大家 好像這支 歐衛的膠原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你看到這支 因為它是中樣 不是服裝 另外 後的避鐵 如果真的有35歲以上 或者是300歲 但是你生活在很冷的地方 現在香港因為開冷氣 我好像現在在天上 我已經開始用它 是很棒的 每次用真的很棒 我今晚都用它 我這支就是 上年的冬季限量版 每年出一次 所以包裝是特別不同的 那如果你不用執著包裝的話 其實它買去普通包裝都好 因為裡面是一樣的 那你見到它的精華呢 是稠的 它味道很香的 好像宮廷那樣的香味 宮廷我未去過 但覺得它是宮廷的香味 很棒的 如果有用過避鐵 就明白我這種感受 是否很久沒有看到塗臉 我也很久沒有這樣拍 很舒服 對呀 踏入九月是超級忙的 好 那我這樣塗完之後 其實我會塗到眼霜 才塗臉 今天主角是臉霜 不過因為太久沒有和大家見面 所以很幸福 我會把步驟提醒一下大家 記得用產品要分日夜之外 就是手勢 手勢 塗精華其實都可以按的 你見精華呢 我是油很多的 其實因為 我都開始過手勢是油一點的 因為之前很多朋友都說 宇童呀你很大力 可能我拍片時候的視覺 感覺給你覺得我很大力 其實不是 現在我的外人就油一點 讓你們不要太緊張 好了 這一刻我會塗眼霜 其實在現在的天氣 我已經開始 晚上我會加上眼精華 眼精華 我自己挺喜歡這隻HC 這兩隻的 其實我都不是第一次介紹的 我自己覺得兩個質地是不同的 我現在還在用這支 我這支快要用光了 剛剛貼著用 真的用得光了 我大約拿這麼多份量度 雖然它看到瓶啡色 是不是覺得它是冬鬼版 分子而吸收一點的 但是 這個分子 其實適宜 要分眼部機紋去研究 你適合用哪隻 但再冷一點 我會用這隻 反而調轉 其他支眼精華 我們都是這樣 最好按壓 因為其實 如果皮膚可以吸收到的分子 你這樣按壓都可以 而且你這樣按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 你的手指是發熱的 跟你的身體一起 有體溫 它會發熱的 按完眼精華便按眼霜 我最近都用一隻全能水光眼霜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我眼部的大問題 就夠了 剩下一些細問題 還有一些幼紋 要將它撫平 和保持眼皮的提升 我不想那個下垂 所以用這個 你便會感受到它的功效 今天我們在公司 才能全部同事 一起感受一下不同的眼霜 如果有我的WeChat 都可以看到我們其他圖片的分享 眼神我也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眼部 我很暗沉 真的要提一下 眼部 其實這裡有兩個月位 那兩個月位 如果經常塞著的話 就有黑眼圈 眼袋 眼圈 全部出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按壓的方式 其實不用太大力 而且你會發現 你的手指一按下去 手指是發熱的 那你會感覺到 一個暖流的 所以按壓一定比你做拖拉 這樣按壓 眼霜之後我便會塗臉霜 那說回我的分享 那為什麼我今天想起 要和大家分享臉霜 其實沒有一個特別的牌子 我想分享的 而只不過呢 還有我發生個個案 就是呢 話說應該是星期六還是星期五 我忘記了 那我這段時間也有開冷氣粉 那開冷氣粉呢 我就不斷去試一些 適合冬天潤一點的麵箱 我都去試的 那沒有問題的 那哪一隻呢 要拿回去出來 先讓大家看看 咦 好大的瓶子呢 我又給大家看看 那話說我用了那個麵箱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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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沒有開冷氣 那我就 不知為什麼 深月來潮想 就塗一下這個麵箱 它就是HC的燕窩美白麵箱 那因為我試過塗它 平時我開冷氣粉 是很正的 我先按一下 然後上面 是很正的 誰知道那天晚上我沒有開冷氣 是有點黏的 我記得那天晚上的天氣 又潮濕 加上我有濕疹底 我塗完後 翌日起床 我敏感 那我自己呢 敏感很癢 應該是星期六 然後呢 我自己就在那裡回顧 哎呀 如果我 是啊 我前晚 我早一晚 晚上睡覺前 塗了一隻很潤的麵箱 但我又沒有開冷氣 搞到我氣了 就變成一粒粒紅 那樣 然後變成像水泡一樣 如果拿手多 一定會忍不住擠去 我一定是不擠得的 因為那種是敏感 其實不是產品靈的敏感 是你皮膚作出的反應 告訴你 你在不適當的天氣 用了不適當的產品 如果回到我開冷氣的話 這個麵箱就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預算用產品 突然間用了它有什麼反應的話 可以研究一下 你身邊的環境 所有東西有沒有改變 你只要找一隻適合就可以了 好像這幾天 那我敏感了 那我怎樣做呢 我很勤力地敷爐會營膠 敷布膚面膜 再加上我用修復的碗箱 我就用了這個 我就用了這個 鋼細胞修復碗箱 其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同的天氣 我們要找不同的產品 然後除了天氣之外 你開冷氣 常生活都有影響 再加上你皮膚狀態 所以我們減免霜的時候 可以分幾種 有一種是霜狀 膏狀 啫喱狀 凝膩狀 凝膠狀 可以分清楚去選擇 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HC這個 冬天其實是很棒的 而且我覺得如果老太肌靈 是非常適合的 上40歲以上 而且可以做按摩是很棒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經常都是手快快就開了 這個 是這樣的 其實它這個 不用拿很多份量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是不是 因為不要 我試上麵 我試上酒 我就不拿太多了 那你會見到 其實它的質地 就是 有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種狀態 是叫做 霜狀的 但它是霜狀的 是水的 你做按摩是很棒的 它是黏的 沒那麼多位 其實一推已經推開了 但因為它是燃窩 它的滋潤度是很高的 所以我那晚又是夏天 然後我又不開冷氣 怎麼會適合茶呢 其實很多朋友就問我 很多面霜 它們是在海外 根本就算 你有TESTA都沒有用 所以其實我公司 是不放TESTA 因為沒有意思的 小張手 是沒有意思的 第一 第二就是當你在外國 有TESTA 也幫不了 最重要就是 我可以告訴它 哪些適合你 好像HC有幾款 我也想介紹給大家 這是它的果粒膠原 其實在現在的天氣 晚上是很適合用的 它是比較清爽 但它是含有膠原的 即是說 我們這個肌靈 如果喜歡用膠原的 都適合的 讓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它是啫喱狀 直接是啫喱狀 很清爽的感覺 我們一起看看它的質地 很明顯 而且啫喱狀 上去的感覺 涼感是比較大 所以如果是夏天的 晚上用是很清爽的 譬如你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 這些天氣真的很適合 香港的天氣都很熱的 第三個 第三個是哪個面霜 就是很多朋友都問我 想知道這個HC 是不是應該最近 最多人是B-5 B-5是什麼質地 其實B-5也是Cream狀 我覺得它是Cream狀 給大家看看 即是藍色這個 我又不記得慢慢給大家看 即是藍色這個 它是屬於Cream狀 這樣的 先拿給大家看 它是屬於Cream狀 給大家看看 它也是乳狀奶白色 這個第三個 這個就是B-5 麵霜 我用過的 我記得我今次去韓國 即是7月份的時候 飛第二章的時候 我是帶去韓國用的 我覺得它也是適合 混合性的肌膚的話 應該是放在秋季 但如果乾性肌膚放在夏季 不錯的 它的質地其實 它當然沒有燕窩 你看看燕窩麵霜 它是黏一點的 而水狀是沒有那個黏的 因為它真的清爽一點 遮瑕 一擦上去涼感一點 而這三個都是HC的麵霜 因為有朋友想知道它的質地 所以我就當今晚介紹 和分享用產品的時候 我就想介紹 它的質地給大家 還有我自己用過 我可以分享一下 大約我對那個產品 我也有深不瞭解 好實 都是全新的 這個是它另一個系列的美白面霜 其實這一組 是在早期的菊蜜 就是菊蜜系列的第一代的面霜 這個應該是它第二代的精華 是它燈泡型的時候那一代的面霜 它也是行玻尿酸 所以它這個面霜 其實我覺得它的質地比較潤 都是適合乾性肌膚用的 我們又看看它是屬於什麼質地 那你會發現它是補水的 因為其實它有三款的 其他有些已經斷了 那這個美白 美白就沒有膠原和補水那麼潤 美白這個就比較 我覺得乾性混合性都適合 而且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那你冬天就可以用它 所以不是一定的 我們要試一下它的質地 一起來試一下它的質地 我整桌都是東西 那一起試一下它的質地 那它這個質地呢 我覺得太多了 這個 這個就是它這個玻尿酸面霜 叫做玻尿酸面霜 這個HC真的有很多面霜 它的產品實在太多了 太多了 好了 第三個 另外第四個就是 我想很多人都有人用過 甚至乎很多人都問 有個面霜沒有貨 因為都經常斷的 那就是它這個面霜 玻尿酸面霜 其實這個屬於它 這個是叫做 菊麥系列的玻尿酸面霜 它另外一代面霜 就是這個 那這個屬於哪一個組別呢 其實你有沒有 玻尿酸爽膚水的 那一支玻尿酸面霜 因為我有它的美白精華 就是這支 美白精華不是一支爽膚水的 它就是這個系列的面霜 那我們又來看看它的面霜 就是這個我覺得是滋的 是適合現在天氣的晚上用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那它的質地呢 也是奶油狀 我們放過來這邊 因為我們一起想給大家看看 所有質地的 先把它放好 很多東西在床上 去到第幾個 1 2 3 4 5 5個面霜 而剛才前面那幾個面霜 怎樣去分解 可以慢慢再說給大家聽 到這個黃金面霜 就是我現在偶早在用的 因為始終我的肌靈不同 你們 即是每個人都不同 不可以一概定論 只要一個分享一下它的質地 這個因為我正在用 你會看到是用開的 這個呢 它裡面是有黃金粒子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大家認不認同 你會看到 20多歲一聽到寶術 就買了 去到30多 40歲一聽到膠原 就買了 去到 應該不是這樣說 30多歲聽到黃金就買了 去到 40多 對 聽到膠原 應該這樣說 30多對膠原好買 到40多對黃金好買 然後到50多歲一聽到 人心 那些就買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個人的反應都不同的 那這個是黃金 那我放在這邊 已經沒有位了 因為在鏡頭 可能你看不到 黃金呢 它是 你會覺得是結身 但是呢 它是不會拖拉的 即是沒有這種 這樣拖拉 它一推就開了 一推就開了 這個是面部的話 份量多了 那黃金呢 我覺得它一定是適合冬季 冬季 或者是你是一個很乾 放在下午的夜晚 又開冷氣才好用它 那所以都要看你生活的地方 如果你在很冷的國家 也不同 這個是黃金面霜 那其實HC呢 還有很多很多面霜 好像這個維他命 膠原 那其實維他命 我建議是春夏的 那還要看你皮膚性質 春夏秋都適合用 那還有這個就是膠原 膠原其實是秋冬季用的 那下個月我真的覺得這個比較軟了一點 它是蛋白膠原 那所以要看什麼皮膚性質去用 那另外面霜 除了HC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面霜 好像大家都很熟悉的這個 羊胎素面霜 那羊胎素面霜 其實它有修復能力 那講開修復能力 剛才講過我這段時間 當我敏感的時候 我就用了一個修復的面霜 我又不知道自己的 剛才明明看見它 在這裡 放在樓下 那這個 這個就是鋼細胞修復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一連四個都用到的 那只不過如果到冬天的時候 你的精華沒有改到冬天精華 你會發現它不夠力 因為它是修復 它不是很滋潤 是不同的面霜 一般建議在你皮膚受損 可以做完眉針 打完黑膚 或者是你做完去斑 很多皮膚再生療程 做完海觸直針 都可以用這個鋼細胞 修復面霜 它的質地 我自己是覺得它是不滋 不會覺得黏 所以很多年紀都合用 這個也是我用開的 因為太多寫手沒有用 其實在鏡頭 很難看到它的質地 不過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推就開的 就不會黏著的 一推就開的 它的味道很舒服的 這個我很喜歡的 它味道很舒服 好像我現在基本上 一年四季想知道 我可以做眉針 皮膚敏感 或者受損 我就用它了 另外做些什麼面霜呢 其實湯匙大家都試過 都是舒服來的 其實還有這個 日本的胎皮膚 這個牌子 其實不會陌生的 因為如果大家有用日本 以及有看日本雜誌 這個就是 賓奇布用的牌子 它吃了它的 叫做 胎盆素的藥丸 這個系列 其實在香港 比較少有得賣的 比較難找些 它的面霜有分兩個不同 這兩個我用開 這個就是 基本版 它有一個EX就是加強版 它特別是什麼 基本版其實跟霜 差不多 要給大家看一下 加強版 加強版就是我冬季用的 我差不多用完了 還有如果我做完美針 第四、第五 修復了之後 我很喜歡用胎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掛完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它自己會營熱 就是胎盆裡面的成分 可以把它自己營在一起 很強勁 它就是 比較難 抖出來就只是一個 好像膏狀一樣 但是很快又可以推開 而且它會產生一個保護膜 還有胎盆素 它是將你底部的色素 推出來的 即是如果你沉澱了一些色素 你開頭用 面會黃 會灰 因為它將一些沉澱色 推出來 所以你一定要適應 那段時間 其實是一兩個星期左右 當然每個人沉澱的色素不同 所以胎盆有另一種的面霜 除了這兩款 還有這個 可以跟大家分享 VIVA的白金 白金的面霜對我來說 我對它期望過高了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用開VIVA的按摩棒 你真的可以選擇它這個 因為沒辦法想到它是VIVA 所以想到它很厲害 也不是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白金面霜 白金都是美白的 而這個面霜 我覺得適合秋冬 或者是春 即是太熱 我又不會用的 因為我一般都是秋冬用它 到冬季 我又覺得它不夠 我喜歡秋冬用它 我自己喜歡拿它來做按摩 給大家看一下 它如果有按摩 有VIVA的按摩棒 舉例 你就這樣去塗 因為我現在是當這塊面霜 當時說我塗了那麼久 還未塗上 當這塊面霜 其實你手和臉是完全不同的 我之前有個朋友說 他買了木窩的按摩棒 回到它 反而在臉上 動不了 或者拉不到 其實就算VIVA在臉上 你也做不到 你也做不到 手部的效果 因為你手部的肌肉 鬆弛 或者那個都不同的 而且VIVA是塗膠 其實是外面包到白金 其實裡面是塗膠 然後我會一起做按摩 對 我這個是VIVA的眼部按摩 不是介紹它 就是告訴你 這個做按摩都很棒的 就是一起按頸 其他位置都很棒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有用了它的爽膚水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都差不多用完 我當是試VIVA的產品 使用性 我覺得白金是有排毒 還有好像黃金一樣去沉澱色素 個人喜歡 如果你喜歡VIVA的牌子 自己的話都可以考慮用它的產品 而且我覺得 我個人的皮膚感覺 不可以代表所有人 純粹是一個分享 還有些什麼面相 對了 這個呢 剛才HC 它還有這個黑穀物 HC 基本上都介紹了 要不要打開來看買 這個是 因為這條片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這個是膠原 這個是維他命 維他命 其實都很舒服 都是爽身的 都是爽身的 維他命真的適合春夏季用 我們一起看看它的質感 這個是膠原 這個叫蛋白膠原 你看到它呢 蛋白膠原 我現在看到它的質感 不是過潤的 它都適合這個 下至春夏秋的天氣 夜晚用 當然看回你的皮膚肌靈 這個就是叫做 叫什麼呢 黑穀麥嗎 黑穀麥嗎 好像是黑穀麥 這個 我有一位五十幾歲的朋友用了 說很棒 不錯 還叫我留多一套給它 我這一套我還沒試 我覺得這個黑穀麥 都比較適合 是35歲以上用的 或者是40歲以上 看年輕就不會用這個系列 比較潤的 因為年輕就算皮膚差極 可能都是三暗瘡 水油不平衡 和要塗這件事的需求是不同的 面霜之外 另外還有兩個 我想介紹給大家 因為其實我所用的面霜實在太多 而且我試過的實在太多 你們適合不適合的都很多 好像這個 這麼漂亮 知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這個是MISSER的一個修復面霜 所以我用的產品實在多得太厲害了 但我真是真心地和大家分享 好像這個黑馬有 接下來很冷我才會用它 然後剛才HC的面霜 還有這兩隻 綠粥 因為它沒有貨裝 貨裝是整套綠粥 而且剛才這個 玻璃酸的面霜 就是如果你用開它 其實你不用買這個補充妝 超抵抗 因為本身貨裝是50ml 但補充妝是它的4倍200 折下去就可以了 是很抵抗的 而綠粥這個面霜 屬於什麼 它是屬於舒緩面霜 如果你有很敏感的皮膚 其實用綠粥是很棒的 補充妝當然抵了很多 但本身綠粥是不便宜的 這個是烈蛋不便宜的 所以補充妝是比較抵抗的 而且多下買它補充妝 另外呢 我很想幫它平反的 就是這個 Natural Republic的蠻霜 很想幫它平反 就是很多人認定它 就好像一個 譬如 一個普通家庭 不會蓄得高質素的人 我覺得這句話太銀易了 所以我很想幫它平反 Natural Republic 也有它好用和高貴的東西 今天的分享 我想將上下角 令到容易找到我的標題 好吧 待會兒去下集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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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